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东平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 血与心疯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 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决仁著作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便得愁 这敌人节之所以能够清始流明被后人千古传送 除了通达全遍至谋果人断爱如神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续 在五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剑的年代里呢 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的原则 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这敌人节呀 一生可以说是仕途扶尘辗转四方 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 每到一地 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并且留下一段筷智人口的佳话 早年间呢 他担任宁州刺史的时候 当地百姓啊就赶怀他的人政 为他竖起了一块德政碑 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 入宁州境内时 当地父老 各刺史得美者迎路 一路上到处都是 御史不禁感叹 入其境其政可知也 回朝之后更是大力推荐 敌人节随即被征召入朝 着为东宫侍郎 就是宫部 吹拱四年 敌人节呢 随宰相张光甫 讨伐岳王李真 平叛之后呢 朝廷命敌人节就任这个 御州刺史 张光甫呢 进入御州之后啊 大肆的屠杀降众 并且逼迫敌人节呢 以州府财务呢 赏赐将士 遭到敌人节言辞的拒绝 张光甫呢 当然怒了 哎 你一个小小的州将 你胆敢不听元帅的命令 敌人节愤然而起 对张光甫说了 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真 如今一个李真死了 却没想到一万个李真又活了 张光甫大声质问他 你什么意思 敌人节面目改色 张公统帅数十万大军 对付一个乱臣 欲州百姓争相出城影响 可官兵入城之后 却大肆的屠杀 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 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真活了吗 你放纵妖公之人 诛杀归降之众 我担心怨声沸腾 尚彻于天 要是我手里有一把上方宝剑 我现在就砍了你的脖子 我虽誓死而入归 张光甫气着 咬牙切齿 却无言以对啊 过后呢 欲州百姓被诛连者 又达了六七百人 朝廷使者屡屡催促敌人节 将他们诛杀 敌人节有心拯救他们 所以一再的推迟兴起 但是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啊 敌人节想了半天 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 说这些人呢 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 臣本打算公开上奏 却又替罪人求情之嫌 可是要不揍 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 体恤百姓之旨 所以这道奏书 写了丝丝的又写 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恳请陛下 能赦免他们吧 敌人节这道奏书 有两点非常聪明 第一点呢 以密奏的形式呈上 不会让武则天难堪 第二点呢 给武则天戴了一顶 体恤百姓的高帽子 让他不做好事都不行 后来武则天 果然就把这些人给赦免了 改为流放风轴 死罪免了 活罪难逃 这些人经过宁州的时候 当地百姓纷纷出来 慰问他们 说是我们敌公救了你们的 于是众人相携 至当初的德政碑前 应感念敌公的恩德 放声大哭啊 然后又设斋 三日为敌人节祈福 到达流放地之后 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 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敌人节立一块 送得碑 万岁通天二年 公元697年 契丹叛军攻陷济州河北镇东 朝廷命敌人节出任 魏州刺史 抵御其他南下 敌人节赴任之后 发现前任刺史 把城外的百姓啊 都赶到城里边了 让他们修筑防御攻势 敌人节很不以为然 当即把百姓 全部放归天理 对前任说了 说贼人还很远 何必这么紧张啊 就算贼人来了 我也能应付 没百姓什么事 急着叛军退却之后 当地百姓马上又为敌人节 立了一块干杯 敌人节的一生当中啊 被百姓立了多少块悲恐怕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幸好呢 没给他立这个墓碑 然而古往今来 像敌人节这样的好官 实在是太稀有了 老百姓碰上这种官呢 是八辈子修雷的福分的 形同中了福利彩票啊 碰不上那实处正常现象了 没什么好委屈 几千年来 咱们中国老百姓碰上的贪官 恶官 昏官的概率 绝对要比碰上好官和清官的概率 高得太多 太多 太多了 在这一点上 今天和古代差别不大 所以时至今日 清官情节 才会依然盘根在老百姓的心里 千百年来挥着不去 为什么大伙都期盼着 有清官降临呢 原因在什么地方 遇上的都是婚官 神功元年 在宰相娄士德的暗中举荐之下 正生卓著的敌人节 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 被征召入朝 担任兰台侍郎 同平张氏 就是门下 门下省 这一年敌人节多大呢 68岁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了 第一次拜相是在天寿二年 公元691年 可是短短三个月之后 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 旋即贬为棚子县令 此刻敌人节再度以宰相 身份重返帝国朝堂 两兵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 但是匡府设计 重振朝纲之志 却依然在他的胸中是翻涌沸腾啊 当然了 身为五州宰相 敌人节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五州的朝纲 但是作为李唐旧臣呢 敌人节真正要匡府的 却必将是李唐的设计 这将是敌人节余生当中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呢 就是阻止五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 五成四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 为了讨五皇欢心 长寿二年 也就是公元693年 五成四率领五千人上表请愿 为五皇尽献尊号 称金伦圣神皇帝 第二年 五成四再接再厉 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请愿活动 率领两万六千余人为五皇再现尊号 称月谷金伦圣神皇帝 这帽子一顶比一顶大 媚态一次比一次足 可是让五成四极度郁闷的时候 五皇把这些高帽都给笑纳了 可是绝口不提立储的事 这情形就好像是说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赂 却一转身把你想给你办的事给忘了 你这不活活把人气死吗 眼见着五皇春秋已高 自己一年比一年老了 这五成四急得跟那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胜利元年公元698年春天 他终于卯足了劲 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 五成四收买了许多五皇身边的人 天天跟武则天吹风 自古一来这天子 从来没有立异性为储君的 言下之意 只有五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可是呢 武则天听完之后啊 就是笑笑 始终不表态 对武则天来说 这立储悖论 始终是他无法突破的困境 又或许在他看来呢 隐而不发 悬而不决 才是人均掌控权力的最高境界 换言之 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波波 始终悟在手心里 他才能永远握有主动权 可是无论如何呀 这香波波迟早有一天 也得给出去 你不给出去 你不能带坟里去 带坟里污烂了我 是不是 这件事可以拖延 可以逃避 但是却不能不把它 当成不存在 你把它当成不存在 就不行了 所以这一天不确立储君 武则天的心里 其实和别人一样 一天也不得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 敌人节上场了 他对武则天说了 说文皇帝 知风目雨 就太宗李世民 亲茂风史 一定天下传之子孙 大帝就是高宗李治 以二子托付陛下 陛下如今 却想把江山传给外族 这难道不是违背天一吗 况且孤侄和母子 哪样更亲呢 陛下丽子 则千秋万岁之后 佩诗太庙 成绩无穷 倘若立直 则从没听说过侄 做天子之后 把自己的姑姑 供奉在太庙里的 其实敌人节这套说辞 和当年这个李昭德 是如出一辙的 并没什么心意 但有些时候呢 把同样的道理 不厌其烦的反复宣讲 却不见得是多余的 你再者说了 敌人节的人格魅力 也和李昭德不一样 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经常会碰见这种事情 同一句话 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 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你是假说的 就跟我说的 我听不进去 偏偏以这么一说了 我就觉得 这话太顺耳了 眼下女皇武则天也是 敌人节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 不是别人能比得了的 他的话自然也更有力量 所以敌人节一开口 武则天世上已经听见了一大半了 可是他嘴里还是不愿示弱 此乃镇着家事 贤卿不必操心了 敌人节是寸步不让啊 王者以四海为家 四海之内哪一样不是陛下的家事呢 君为元首 臣为公骨 本来一体 况且臣备为宰相 岂能不操这份心呢 话说到这儿 敌人节索性亮出底牌 请求武皇召回流放房州的 卢林王李哲也安天下人心 随后老臣王极善等人 也都和敌人节统一口径 屡屡对武皇发出劝谏 武则天更是心烦意乱的 内心的天平 已经开始朝自己儿子李哲 这边呢 开始倾斜了 正所谓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说有一天晚上啊 武则天忽然做了一怪梦 第二天呢 就召见敌人节 非常困惑 就说呀 这个敌卿啊 你呢 你这是见多识广 你给朕解解这个梦 朕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 在空中飞翔 后来呢 却两翅皆舌 再飞不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 敌人节一听心中窃喜 表面却一本正经的说了 啥 武 就是鹦鹉的武嘛 武者陛下之姓 哎 武这天 就对不对 鹦鹉的武嘛 这就是你说你的姓 你就是这只大鹦鹉 两翼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 则两翼赈矣 你这俩翅膀 就是你俩儿子呀 现在这情况呢 你要是把你俩儿子 召回来了 你这俩翅膀就安上 你就能飞了 武则天脸上不动声色 心里边若有所悟啊 这人一老啊 他就容易迷信 古今一理 你现在有很多老人 只要有人跟他说 这个药特别好 马上就信了 所以特别容易受 这些神秘事物影响 哎 就是那些未知的 这个药好 这是什么转外眉 这个什么 什么各种酸 各种什么安 各种情 这烂七八糟 什么都有 是不是 一说这 老人也不懂 哦 这东西这么厉害 是不是 哎 我要想吃 是不是 就是容易受 对于这个怪蛋的梦境啊 除了敌人节的解释 武则天自己呢 说实在 他也找不出更好的解释了 那非日大英武呢 武谁姓武 我不是我姓武吗 是不是 就这么回事 所以就从这一刻开始 武则天已经彻底打消了 立武家子弟为储君的念头了 可是不立侄子是一回事 什么时候立子 要立哪个儿子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武皇十年已经七十四岁 万一没来得及立处就驾鹤唏嘘 那帝国的证据可就危险了 其实担心武皇身后室的人 可绝不仅仅只有敌人节这样的政治朝鲁 就连武则天枕头边的心宠 张义之张昌宗兄弟俩也极为忧虑 当然了 他们担心的不是证据 而是他们自身的命运 你说万一五子个天 这老太婆哪天俩腿一灯俩一臂 壮烈牺牲了 你说这哥俩靠什么混饭吃 对不对 他们也想的很清楚 我们是靠什么 我们就靠这老太太吗 这老太太没了 那我们吃什么呀 是不是 这个二章啊 这层这个恐惧呢 就被一个人呢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人呢 就是当初一举把莱俊臣送上了断头台的酷吏积虚 哎 这个积虚呢 这人要说也确实是很聪明 这几年积虚已经成功转型了 不再当那种没前途的酷吏了 他一方面和张氏兄弟打得火热 所以总能通过他们及时摸清武皇的心态 另一方面呢 又密切的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和演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观察 积虚也得出结论了 未来的天下必定是复归礼堂 所以呢 要想确保日后的荣华富贵 就必须拥立庐陵王复位 基此呢 来捞取政治资本 姿势体大 急需当然没有资格缩山道斯 因此呢 他就把目光啊 锁定了二章身上 决定通过他们的向武皇施加影响力 说有一天呢 急凶一种 这个老家常那种口吻 就跟这二章啊 张一之张长宗的兄弟俩呢 就说话聊天嘛 就做一块 说呀 你们这兄弟俩厉害啊 你们兄弟俩享有如此的富贵和恩宠 你看 一不靠工业 二不靠品德 天下对你们侧目切齿 多了去了 如果说 哎 说实在的 你哥俩 你要是不立大功于天下 喝一次包啊 在下还真是替二位担忧啊 这急需了一番话 说的那真叫掏心掏肺 准确命中了二章的伤心处 这个二章哭丧那里 哎呦呗 命功了 你给指条路吧 是不是 急需不慌不忙 天下世书 未忘堂德 贤富思庐陵王 主上春秋高 大业须有所存 啊 武士诸王 非所属意 功 何不从容劝主 上立庐陵王 一起苍生之王 如此 其设免货 亦可以长保富贵一样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现在呀 这个情况 你看到了没有 天下所有的世书 这些世人们 庶民们 都没有忘记唐朝啊 哎 大伙都想着把庐陵王 给拽回来 让他继续当皇帝 现在呢 老太婆子 春秋已高 年龄大了 这个他如果死了 他必须得交代给人呢 这姓武的这帮人 并不是他想的呀 哎 你们何不是 哎 吹吹枕头风 跟主上 谈谈立庐陵王的事啊 这件事那是苍生所望啊 所以说 你要是把这事办成了 你不就可以免货了吗 你以后不就有政治资本了吗 你就不能够就长保富贵了吗 这二章一听 顿如茫茫黑夜里 看你一盏明灯啊 旋即一击而行 天天在武则天 耳朵边吹这个枕头风 武则天撂定两个袖花枕头 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 这主意一定是急需教他们的 旋即呢 赵剑急需 急需好不容易得到表态的机会 立即施展他滔滔变财 反复为武则天的分析厉害 终于彻底打消了武则天 残余的这个疑虑 至此 女皇武则天总算打破了 困扰他许久的立储悖论 决定把储君之位传给儿子 帝国的未来 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走向了 令人吊诡的是呢 在这件事上 转型的库立 急需和一代名相 敌人杰居然同样立下了赫赫的功勋 当然了 二者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 敌人杰啊 纯粹出于功勋 急需呢 出于私利 胜利元年三月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 一下长途跋涉的马车 悄悄驶进了洛阳 然后穿过了人潮拥挤的天门大街 静止驶进了皇宫 车上坐着 庐陵王李哲的一家人 从四省元年公元六百八十四年 被赶下皇位 贬出东都算起 到这一天归来为止 李哲和洛阳 已经阔别了整整 十四个年头了 人生有多少个十四年了 李哲不知道 他只知道被流放的那一年 他还是个血气方刚 英俊挺拔的年轻人 而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满面风霜 身体发福的中年人了 在历尽沧桑的十四年之后 重返洛阳的李哲 真是充满了一种 劫后余生 恍如格式之感 看着洛阳城内 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幕 望着太初宫 华丽而森严的 这个九重宫阙 李哲的眼角 不由自主 躺下了两行青泪 然而在感慨之余 李哲也感到了 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困惑 因为母亲五兆 是以庐陵王有级 应回洛阳 辽旗为由 把他暗中召回来的 母亲这么做 到底意味着什么呀 在这扇 缓缓打开的宫门背后 到底是一种 怎样的命运 在等待着他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